在美属萨摩亚群岛的一个遥远太平洋环礁湖里,研究人员正在对一种珊瑚物种进行研究,他生活在横跨两个水箱的一片礁石上。 斯坦福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帕伦比在他海边的研究室里表示,这两个水箱唯一的区别是,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的水温要高一些。 这两个水箱里面都有了我们早上从礁石上弄下来的珊瑚,这个还活着,但是另外一个已经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 研究人员将冷水中取来的珊瑚移栽到了相对暖和的一些的水里。 大约一年后,人们在研究室里对移栽过来的珊瑚进行热压测试。 科学期刊里刊登的这篇研究报告说,移栽过来的珊瑚的耐热度大约是在暖水里生存珊瑚的一半。 然而,帕伦比通过Skype在斯坦福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说,移栽的珊瑚比起自然演变的物种来说适应得更快一些。 我们预测,珊瑚一般需要50到100年的进化才能达到这样的改变。 主要是因为珊瑚是很长命的物种,世代时间相对较长,因此进化的过程相对来说是缓慢的。 然而,从生理学上来说,物种的反应能力是很快的,能够帮助这些珊瑚抵御高温。 但是帕伦比表示,原本就生活在暖水区的珊瑚占据双重的优势。 他们拥有适应在这里生存的基因,并且生理上也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这些来自冷水的珊瑚也有这样的生理适应机能,但是他们没有暖水基因。 帕伦比说,他担心的是,一些珊瑚能够适应海水的升温,但是也许无法跟上升温的速度。 这种生理学和进化学的反应能力,也许能让这些珊瑚多活几十年, 多为它们多争取一些时间来适应环境变化,同时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帕伦比说,这项研究结果可以促使决策者把保护带有耐热珊瑚的礁石作为优先考虑。 他还说,海水升温后,这些顽强的珊瑚可以帮助恢复受损的珊瑚礁。 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